哈喽各位亲爱的美国话语电视18.9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在YouTube频道Saniel TV LA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会科师meeting room 我是Dominic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呢 跟我们上一期的嘉宾是很有渊源 特别在节目的最后他还特别的感谢您 还有感谢您的爸爸 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要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好的女人 就是最亲爱的太太 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 就是我们颈导的太太我们的王教授 欢迎欢迎王教授 是是你好你好 看了一下我们王教授的这个简历 真的非常的惊为天人 然后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我们UCLA的这个学子 应该是美女学子 笑花级的人物 然后后来回到了台湾 一直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做教学做创作 还当过主持人 我们也是同行对不对 因为简历里面太丰富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后面的是重头戏 我只能简单的说一下 屡获殊荣很多大奖 而且关键 我觉得奖项在你的这个内容里面 都是其次了 重要的是福音解读 是帮助别人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名字呢 我们再说一下 叫做清醒与帮的战争 民事编剧这名字是您取的吗 是我导演取的 你叫导演取的 对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一些 盲的那些人 跟清醒的 他是完全截然对比 你说是同一个人 他盲和清醒的不同状态 对在他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叫盲了 那个影头一上来的时候 你说你们那年代就叫盲了 对台湾都称这个字 因为台湾台语也用这个音 哦一样盲 对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想请我们的王教授 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拍纪录片的过程当中 你说你有看到 就是你之前的认知 和之后认知不一样 对不对 能跟我们聊一下吗 对于他们 是是是 你知道清醒很盲 他就是一个截然对比的 一个事实 那我在整个的拍摄的过程中 首先非常感谢刘明和牧师 非常的信赖我们 照理来讲我们是 非常的学界来的人 然后对 他知道了我们的意愿之后 他就是给我们好多的被拍摄者 然后我们就要从这个当中 去知道他的背景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在这些过程当中的时候 常常让我们都是叹为观止 因为过去都是又偷又杀又抢 什么都做得来 而且我们东亚文化的教育 就是你可以千万不要向他们学习 对不对 对小孩 而且我们也会对这些人 非常的污名化 那也确实一个家里面 有一个吸毒的 包括刘明和自己本身的故事 他是在第一集里面 他的 他也是一个出生一个 非常具有文化的家庭里面 然后就一个这样子的儿子 全家都会被拉垮 然后我们看见好多这种悲惨的故事 然后走投无路 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我都有亲眼看见他的妈妈 他就宁可跟这个孩子 可以一起死掉 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 那样子的一个地步 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 甚至我也有一个访谈 一个妈妈她说 我每次看这新闻 发现有这样的案子出现的时候 她会希望那个死掉的人 是她的女儿 你就要作为一个妈妈 报道的内容出事的 她会希望是她的女儿 就是让她的痛苦 她太被煎熬了 还有家里的痛苦 都可以了解 因为她没有办法亲手 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她女儿真的离开她的生活 她觉得是一种解脱 对 所以之前你认为 他们都是特别污名化 特别不好的孩子 但是拍摄之后 你觉得他们有另外一面 对 那拍摄之后 我就发觉一些 其实他们在痛苦的挣扎里面 他们也渴望能够得到一些救援 但是他们可能出入到很多政府 还有医疗的机构 他们的治疗的方式 大部分就是给美砂酮 那美砂酮这个东西 它本身也是具有一些毒性 所以说就是 让我们的术语来讲的时候 就是让你在毒瘾起来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安慰 然后可以控制 然后以至于时间拖长 你接受心理的治疗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再远离那些不好的环境 你可能就可以 这个是目前政府给到一个常规的一个解毒治疗的方案 现在目前所有的机构所做的事情只能够这样子 但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戒掉它外面的毒瘾 但是身体的毒瘾就里头心里面的那个心毒 他们的专用术语叫心毒 就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家属 这个晨熙会的家属 就是这些戒毒的家属成员 他们有定期的聚集 他们也要辅导家人你知道吗 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对待这一些孩子们 他要钱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管理 用什么样的言语 就这些父母也都要重新受教育 那就在那时候我听到那个牧师说 他已经戒毒20年 他自己都成为牧师了 然后他因为要辅导别人 他身上还有一包放在身上带回家了 干嘛 有时候就是没收 然后没有当场清掉 当他躺在那儿睡觉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他口袋里面还有一包 心里就想 我现在再次大概不会再像以前吧 就是尝一尝 还是会有 你觉得是不是非常的可怕 这个人那个记忆 对20多年了 他还会有那种隐晦上来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 就是人的隐 各种不同的呈现 对有时候用毒 可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他要去满足他自己 有的他用酒用毒都有各种 那我觉得我听到福音戒毒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这一些人 他们就是因为认识了上帝 然后他开始生命被改变 因为他们那个戒毒中心什么都没有 报纸没有 杂志没有 音乐没有 啥都没有 音乐很难讲 因为他们会唱诗 会敬拜 然后就教导他们圣经上面的知识 让他们去认识整个人格的成长 各种方面 该怎么样子的去做调整 我就觉得在这样子一年多的感化下面 这当然还有整个环境的改变 所以这些人他会不一样 他会重新有一个新的眼光 我特别感觉这些人 一旦他一转回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怎么会这么不孝顺 我怎么会让我的家人 这么的痛苦 他突然觉醒过来 就有一个想要为善 想要改变的力量 以前都是觉得你们都欠我的 你们本来就该要给我的 那眼光不一样 思想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纪录片 这个才是真正的 对 希望大家能看看里面动人的故事 对 好咱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采访一下我们的王教授 在拍摄纪录片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感人的瞬间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会客室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 清醒鱼芒战争的幕后的这个大佬 讲一下 其实是我们的幕后工程之一了 也是我们的企划 所以刚才我们在讲纪录片的时候 王教授我们不能讲说是编剧 因为所有都是真实的呈现嘛 没有你的编剧在 没有这个创作故事在里面 所以叫企划 对不对 但是您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 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瞧到一起 这样子 那还是说你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 这样子 对 是 那前置的作业里面 那个导演他花了很多的精神 那其实对于纪录片来讲 熟悉纪录片的人大家都知道 这个剧情片是在拍摄的时候 比较痛苦 对 或者是编剧的时候比较绞尽脑子 那纪录片不太一样 纪录片就在现场拍摄的时候 我们就是全神关注 等待更好的机会 让它自然的发生 最痛苦的时候是在剪辑 对 是在剪辑 大量的素材 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部分的整合 好 譬如你知道 从一级 最后变成五级 我们 这都不是刹那之间出来的 我们大致可能归为一级两级 你就觉得好的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 但是又觉得很可惜啊 那个那该怎么办 然后又加入 再看谁跟谁可以摆在一起 哪几个人可以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的规划 所以那到了第四集 我们可能就谈一谈一些有关于心灵重建的部分 对然后再谈一谈有关于这个教育 我们又可以在什么方面去做着手 所以这一些的整合个规划 它不是一下子就有的 所以通常我们在讲到纪录片的企划 大概百分之六十 差不多了 构思 idea 方向 大概的人物 事件有了 我们大概就可以去提企划了 那真正的到后来是边走边看 然后边去摸索 所以剪辑的时候我们前后三年 剪辑的时候大概 我们同时近期 我刚想问总共花了三年的时间 对剪辑大概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有了 对刚好也是碰到疫情 所以我们就一直等 所以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珍贵的一个 一个宝贝这个片子对不对 强烈的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啊 那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相信王教授您曾经对这个毒品 你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吧 对不对 那你拍完片子你会不会觉得很多东西让你 瞠目结束 这个也是毒品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看到了哪些新奇的东西吗 OK早期我们拍摄的就是头三集 我们听到的大概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海洛因啊 对什么冰毒啊 对大概都是像摇头丸啊 大麻之类的 是大概都止于这些 但是呢我们后几集就会去讨论到新兴毒品 对你知道新兴毒品 就再也从来都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个粉末 白白的粉末 对你看电影 是是是很明显看就是 好像都不是 现在都把它改造成或者是参融在一起 变成非常漂亮的像糖果啊 像有时候可以加在咖啡里面 有时候是在可乐里面 各种饮料都可以完全看不出来 而且漂漂亮亮的都是在看影片 你就可以认识一些他常常在party的场合 现在讲到毒品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是太太跟进的太慢 太慢了 太慢了 因为政府一直放松 对 然后商人呢他就一直造化 对 对改造 而且我也特别听到刘明和牧师讲 即便是他们非常有经验的这一些弟兄们 就是过来人走在前线的 他们都要不断的受教育 去知道后面的这些东西该怎么防范 因为现在的星星图屏啊 接着电视台我也愿意谈一点 我最新得到的消息 就是说他会很直接的攻击你的精神 精神状态 就让你出现幻想 会非常快的很短的时间里面 之前我们都在谈 哎呦会不会成瘾 现在是身体直接被破坏 所以他要完全去修护 那这个人今天跟你说这样 明天说这样子 然后背后他就开始来砍你 他你完全 他攻击你的脑 就他们的脑被受破坏 以前的毒品 我们最常听到的 我听到的是膀胱 居然有人一天会要200多次要上厕所 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要后来经过很多时间去修护 把身体修护 那还有机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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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脑直接脑被破坏了你想怎么办 所以您看我们在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 你美国你肯定知道 我不知道当年你们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路上有很多的homeless 其实大多数都是脑子被破坏了之后 所以他丧失了生活在这个社会的职能和能力 对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新兴毒品是这样子 很恐怖 您拍完了这个片子 您和您的丈夫有什么话想对年轻人说的 当代的年轻人 想呼吁一些什么 不单单是对年轻人 还有对家做家长的 我常常发觉一个共通的 这些孩子们心中缺少爱 没有安全感 对还有缺少这个自我的信任 自信 这些东西我觉得 其实在从小的时候 怎么样有一个家庭好的一个氛围 让这些孩子能够成长在一个 这么到处都很险恶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家庭的教育 跟家庭的功能相对的重要 然后呢对 其实孩子的教育也很重要 要让他们有这些知识 知道always在外面 我们台湾的女孩子 我们常常说任何东西我都不喝 因为出了好多事情 对请你喝的 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讲 对常常会这么说 会这么说 对所有东西一盖我出去 我自己只喝我杯子里面的水 他们提供的我都不喝 对保护自己的方法 对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 是的懂得还有跟什么人在一起 那我很希望就是说年轻人 不要太太过分的相信自己说我可以 overcome 这是这个毒瘾 我只要尝试一下 我只要好奇一下 No 你always say no to drug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这种东西去cover你生活当中 空缺的那个部分 大可不必 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做 对不对 是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王教授 好 谢谢你 非常非常感谢你和你的丈夫拍出这么好的片子 好的 今天的会客是呢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希望我们的王教授和我们的警导可以常常来我们的加州做客 我们期待你们下次再来 好吗 好 谢谢 拜拜